上一次山坨台风重创高雄 在百货旁边的这一间超商门市也很惨 这一次就特别提早阴影 窗户已经贴上胶带 每片玻璃都用胶带打叉叉 在高雄新田路的超商做足防台准备 因为上一次台风来袭 整间超商光秃秃惨不忍睹 早上贴的 因为就是也是强台 公司说就是尽量做好防台的准备 高雄丰和日丽就先提早阴影 真的不敢大意 同样也被山坨儿摧毁的 还有小港汉民路超商 整修后门框似乎变比较粗 稳固许多 但古山农十六另一间超商 虽然也恢复营业了 但还有整面玻璃墙还没修复好 像是台风过后才是这样 恢复营业会很久 但是这一还在 今天是从那个时候整修到现在 我也到现在都没拆 十月初刚走了一个山坨儿 月底又有康睿报到 还是强台等级 让高雄店家都怕怕的 在小港一间经营十六年的牛排馆 停业了三周才刚修复完 餐台特地加装螺丝 从地面到天花板都有固定 月初被摧毁的周宇鹏至今还没修复 因为找不到工人 仍然在排队中 业者苦不堪言 只求这次康睿台风下手 新一点实在不想重蹈覆辙 TVBS新闻张力宁 宋阿娟高雄报导 鸡孟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